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定 今天做最后一支BK410的干笔 不太懂 它是前面两支4402 包括以前做406都是一个塑料袋 这个为什么是给 哦 没有 406好像还是一个铁盒还是什么的 我记得 这个为什么还给一个这么漂亮的纸盒 还上面给一个烫金的一个什么烫金的处理 我感觉这包装不便宜 但是像这种包装我会更喜欢 就是又有一个盒又什么 其实像这种纸盒包装我觉得就很漂亮了 比起拉米那个龙骨盒好看很多了 这个就有点像麦当劳苹果派的包装 但这个我很喜欢这个 而且就这么一张纸也很简单啊 也顶多就可能再加点那个塑料袋 或者什么的再包好一点 那就我觉得这种包装就很完美又很好收 对吧 你平常一个盒子那么大总觉得啊好别扭啊 好 那个下来 呃首先是这样子 呃400有关墨窗 402有关墨窗 还有400没有关墨窗402有 然后这些410也有这个关墨窗 呃我觉得不一样地方的话 在于说他的这个笔夹呃 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 这啊这个地方不一样 因为他那个有上次我说啊这个不能放进去 然后主要是笔帽不一样笔感不一样 但是总成肯定是一样的这个我相信 总成的话对你看这个一放进去那我我先放进去吧 好吧也是一样同一颗墨窗啊 这你看这样一颗墨窗用三遍啊 是不是很环保 好那个废话不讲那么多呃 比握什么的也没什么好讲的对呃 手感会比那个 因为他本身的406那些挖坑挖的不是很深 那我觉得他这个反而会更好一点 因为除非说啊你挖的很深 我觉得那就那肯定会好一点吗 那现在没有挖那么深 那还干脆没有这些坑会更好一点 有一个关墨窗 那这种关墨窗就其实相对讲 我觉得是最坦诚的一个设计 因为你这个墨篮下来的时候 他就很直观见到了 如果是说你是用那个什么 呃你在墨篮里面 即使你外面再有个刮墨窗 其实那个效果总觉得有点多余啊 如果是这样子直观墨篮看到 其实这种设计我觉得更实际一点 使用性也更高吗 因为墨篮那个的话 呃怎么讲呢很少会挂墨就挂臂 他不会挂臂那你用的差不多的时候会白他自然就会把你就大概看到了 只是说这种关墨窗有个缺点就是说你没那么快就有时候可能我用完了 可是可能是说从这个位置看吗 可能是还没用 呃用了用到这里结束了可能还有一点点那就那一点点没浪费 当然这个就讲的就是有点很偏激了 就对 但是如果是光墨窗大一点的话 能看到更多的一个除磨量 我觉得那样子会好一点 但这个其实也ok了 说一下拉米那个他的光墨窗他是比较长的 这个就没有了 然后这个上面这个应该是开磨等等的原因 然后这个比较我不知道有什么特色 他用了两种塑料 那这个是亮面的 这个就是像那种牙面的 然后这个就比也很软的一个比较 但是我不懂这个系列到底的特色跟上一支那400的有什么差别 这个真的不知道 好也是讲的就差不多了 那还是要甩一甩 然后赶紧试写一下 对 好 ok好还是一样 那也是一个 哦我这一支是那个EF间的 我干脆再上一个那个试写吧 好吧 我干脆在这里试写吧 然后就可能对推荐了 因为这个对比过了 我们上一个视频 那我们就在这里再试写一下 奇怪 来来来 我再甩一遍 应该不会这么快就没摸了吧 是也 哦 没甩出来好 等一下 好不好意思好像写不出来这根笔 你看就是我从哪些这块白纸吗 对吧 我从这一点 你看到它是有出没的 但是 啊 可以了可以了 哦 呀奇怪 这个EF间可能太细了 先试写一下吧 好啊下面这个就不用试写了 那现在你们看一下EF间和EF间 EF间是细一点能看到 但是有一个很大问题 就我刚刚甩了差不多一分钟吧 一直甩然后一直没有摸 EF间的出没感觉 呃不是那么好出没 然后相对来讲那个 笔也比较刮有点刮纸 听不听到那刮纸声有点刮纸 然后就是呃 从屏幕上面来看应该会细一点了 我但是从我现在视觉 从我眼睛来看的话就不会有屏幕这么热力度差 有有点差别 呃个人还是建议买F间 因为F间它一样能爬格子 就没必要去追求EF间了 因为EF间很容易就是那个太粗了 会有这个问题存在 对呃其他的话就是嗯呃 怎么讲他 EF间写算没那么水 但这个让你说你不介意你有点刮纸 或者有点处理感你说喜欢的 那肯定没有问题对 但个人还是觉得F间会比较稳定一点 就是说他的手感来讲就是更 会比较偏主流啊 EF间的话 除非你真的说说我这个是已经是8mm的格子 应该用F间爬 我觉得这样子应该很足够 如果如果是说你要说在细点6mm的 那可能EF间会好一点对 好那就大概这样子了 能看到笔记图啊 能看到 现在这么看好像 嗯这个会细一点 但是 在在有时候太细就 嗯对有点瓜子我还是觉得 好那就大概这样子 那 那有时候我们讲的不对的 麻烦指导一下 好那个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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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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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